大家早,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早 今天我们来看诗篇的五十六篇 诗篇五十六篇是被称为大卫的经诗 在整张诗篇里面 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 这几篇都被称为经诗 我很认同Gino所说的 经诗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你要经历一些很辛苦的东西 你才能够写出来 上帝爱得你越深 他练进你越深 我先把它分段 一到四节 然后五到九 然后十到十三 这首的经诗是很特别 前面一个大段落 一到四节 是大卫的宣告 最后的十到十三节 也是大卫的宣告 头跟尾 头部跟尾部都是一个宣告 就形成这首的经诗 是一种三明治的一个结构 就好像一个包一样 中间就加了他的大卫的呼球 精诗都一般都有一个特质 它是一个非常有分量 很能够看到从低谷走出来 走出来 之所以它是精诗 这些诗篇 这些诗篇当我们去念的时候 都能够帮助我们从人生的低谷里面走出来 是一个得胜的味道很重的诗篇 所以被称为精诗 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首经诗 但愿这首诗也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要交代一点点的背景 一开始的时候 标题的时候 是说费力士人在加特拿着大卫 那时候他做这经诗教育令长 调用远方无声歌 这就是交代诗篇的背景 作者是谁呢? 作者应该是大卫 当时候他在费力士人的地方 在加特这个地方被抓住 当然抓住他的人是费力士人 这个地方也很特别 加特是什么地方呢? 是费力士人最重要的五层之一 加特是一个人的乡下 就是哥利亚 就是大卫打下来的那个巨人 这时候大卫躲避扫罗的追杀 他哪里都不不躲 就躲在哥利亚的家乡 在加特这个地方 有他的引以为傲的巨人 哥利亚 他哪里都不躲 就躲在哥利亚的故乡 那算是什么呢? 传统上我们都很不解的 为什么大卫这个决定那么怪的呢? 这个做法是不是为自己找死呢? 你又杀了哥利亚 你是他的仇人 你又去他的老家躲避 那哥利亚那些亲戚啊 会放过你吗?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的逻辑呢? 这也是我们读经的时候 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很难明白很难理解 到底大卫你在想什么呢? 但是在大卫的心里面 他真正惧怕的是谁呢? 他只是惧怕扫罗 他不觉得菲利亚能够对他怎么样 当然 这个是他人生的前半段 也是一个半信心半血气的想法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稍后你 我再讲下去你就懂 前半信他就激励的去逃避扫罗 前半段血气的成分比较多的 为什么他走到菲利斯人那里呢? 因为菲利斯人跟扫罗是敌人 他觉得扫罗怎么样都不会越界 去到菲利斯人那里找他 这里就是他心里面所想的 当他经历过一切的时候 他最终也决定回到应许之地 他知道他的避难所 不是在菲利斯这个地方 不是在扫罗碰不到的地方 他的避难所其实是神 只要他躲在神的避难所里面 没人对他有办法 他是以色列人 他应该留在应许之地 后来他才回到以色列 躲在亚都兰洞里 这就是他前半段 开始躲避扫罗的时候 比较血气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他手里 杀菲利亚的刀 就躲在菲利亚的乡下的老乡 这个行径呢 只有单一个想法 就是扫罗一定不会过来的 不过当我们回到之前的时候 为什么大卫会经历这个艰难呢 有时候我们也会问同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 神啊 到底你是爱我还是害我呢 如果你开那么大的玩笑 那你可不可以爱我少一点 有没有人曾经试过讲这段话 为什么你从这个角度去看 大卫今天之所以要躲避扫罗 到底是谁搞出来的呢 我们会觉得 是扫罗搞出来的 扫罗追杀他吗 那其实是神搞出来的 因为扫罗还仍然在位的时候 你就叫沙姆尔高利大卫 向天下公告大卫要做王 那就直接威胁了扫罗的王位 这个宣告高利大卫为王 是谁做的呢 神自己啊 那其实大卫可以跟神说 你等扫罗死了 你才高利我 也不晚嘛 你又高利我 我又不可以坐上他那个王位 你又说给天下听 你说给那个坐在王位的人 听到我会做王 那不打也奇怪啊 所以大卫这个逃亡呢 是神搞出来的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 连我们凡人都想 都肯定想到这个结局就是 彼此的追杀的局面 其实为什么神这样做呢 其实就是一个磨念 是大卫的功课 大卫要经历过这个功课 他才可以真正的做上这个王位 而这个功课最难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又知道我是王 我又不可以我的前者 我不可以加害于他 这位前王不断的追杀我 我又不可以反击 就好像信约里 有人打你左边面 你给他幼年也打 扫罗就在这种情况 你打我吗 我给你打多一下 多方他可以有机会下手 加害扫罗 他也不下手 这就是他的人生的功课 说出来他要学的是什么呢 怎么样放下自己的血气 放下人的手段 单单的依靠神 这才是最难的功课 特别是你手中有力量 反攻反击的时候 你手中有能力的事 肉体能够做到的事 但是 连你能够掌握的东西 你也放下交给神 这就是功课 就好像 大卫在山东里碰上扫罗 在军中全部人都睡着了 他的手下也说 大卫你自己不动手 没问题啊 我帮你做啊 很简单 你只要你不拦住我就行了 我一枪就把他捅进去就行了 跟你没有关系的 你双手可以不染血的 你可以不参与的 你只要不拦住我就可以了 其实多容易啊 你只需要 其实大卫什么都不需要做的 只需要把脸 左拐一下就 转脸 他只需要转脸一下 假装看不到就行了 他的手下自然会下手 但大卫 也不容许 我们要 神跟我们说要倚靠神 要放手 特别我们明知道 我们能够做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不去做 然后交在神的手中 这就是大卫的功课 这是背景 我们先来看 今天这边的圣经一到四节 神啊求你怜悯我 因为人要把我吞了 终日攻击欺压我 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 因此 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 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 我依靠神 我要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依靠神 必不惧怕 血气之辈 人把我怎么样呢 刚刚我说的 这一大大段是一个宣告 这个宣告呢 里面的背景是什么呢 他先向神呼求 神啊求你怜悯我 主啊你开恩怜悯我 你把你的怜悯向我倾倒 因为人要把我吞了 人要把我吞了 他用这个字 英文字真的是用swallow 真的把你吞下去一样 人要把我吞进去 其实这些人是谁呢 其实人很多很多这些人 扫罗啦 扫罗做的最积极 一生做的最积极的事就是把 就是追杀大卫 巴不得把大卫吞下去 他用了所有的力气精神 比对付菲利斯人的力气更多 到底谁是扫罗的仇敌 应该是菲利斯人 但是他的行径呢 大卫才是他的仇敌 他用尽了一切的办法 要吞吃了大卫 现在不只是扫罗 还有菲利斯人 因为这个是哥利亚的家乡 你杀了他们的民族英雄 我不把你干掉 等什么时候 这就是他现在面对的问题 这些人要把他吞进去 终日攻击欺压 我想在大卫的心里面 顺序是攻击他最厉害的是 当然是扫罗了 其他的他都不放在眼里 第一名是扫罗 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 中文呢 第一跟第二节就用了吞了 英文的翻译 第一节跟第二节 是不同的英文 用不同的英文字 第二节是hound 好像猎狗追着 第一节是用 第一节的吞是用swallow 我的仇敌 第二节就是我的仇敌 好像猎狗一样 终日追着我 不断的追着我 两个程度上有不分别的 第一节是我的仇敌要把我吞的 但是第二节吞了 的意思就是好像猎狗一样 你走多远他都追 你走多快他都追 他甚至可以比你跑得更快 把你追上 当然猎狗追上你 目的是为了把你吞掉 后面前面还可以避 前面第一节还可以避 第二节就是避不了的 这就是扫罗 当三番四次大卫在他身边 他都要想把大卫杀掉 但是 但是当大卫要避开扫罗的时候 扫罗都是千里要追杀他 当他听到大卫的风声 他就起来要追杀他 好像猎狗一样 死咬不放 因准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 其实大卫在这个时候很不解 到底我做错了什么 得罪了什么人呢 一直做的事我都是手劫心轻的 为扫罗三剑长 杀哥利亚 现在呢 他被人追杀了天涯海角 他到底他的罪名是什么呢 他的罪状是什么呢 为什么那么多人来追杀他呢 当然追杀他的有扫罗以外 还有扫罗的忠臣 他们听到大卫的风声在哪里 就告诉扫罗 然后这些兵就出来追杀大卫 所以攻击他的人是甚多的 我想大卫自己也会问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明明我没有得罪这些人 甚至在战场上 被我救过了也不少 他是扫罗的军长来的嘛 曾经这些人是他的首相 为什么这些人还不停的 不停的来追杀我呢 到底他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们呢 这个是大卫心里面 这是其实是一个折磨 如果你去到这种境地 你会怎么样呢 你去到这种境地 你会不会向神发出埋怨呢 神啊你气弄我吧 你不高利我就行了嘛 是的我要感恩 因为你高我 但是这个高 这个高利可不可以晚一点 你等扫罗差不多在病床上 差不多要去世的时候 你才来高我 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为什么你要事先张扬呢 替我公告天下呢 然后这些人又来追杀啊 到底你是什么意思 你在玩什么呢 神 大卫的确是很难去明白 为什么这篇四篇是经诗呢 我们来看第三第四节 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 我依靠神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依靠神 逼不惧怕 学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 这两节最美丽的地方 是在哪里 我惧怕的时候 要依靠你 大卫在这个时候 他在这个时候 怕不怕呢 当然怕呢 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王 追杀自己 想着越危险的地方 越安全 真的去了 给这些小说的 作家糊弄了 真的去了最危险的地方 他 反而觉得自己 又被追杀 在这个惧怕里面 他就宣告出来 在这个惧怕当中 我要依靠你 我要依靠神 弟兄姐妹 在我们心里面 有惧怕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大卫这种的反应呢 还是我们在惧怕 我们在困苦当中 我们是咒骂神呢 我们是埋怨神呢 你看见了 大家都同样面对 同样的环境难处 但是大卫在面对这些 环境难处的时候 他不是去埋怨 他反而去做了一个信心的宣告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 这就是为什么 这篇的诗篇叫金师 就是他面对那么大的困难的时候 没有压倒他 这困难呢 没有让他失败倒退 反而在这个困难当中 他越发的前进 我很喜欢 之前呢 几任的特首 他都说了一句话 不要紧的 我们迎难而上 迎难而上 很豪气的 但是 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呢 真的迎难 大卫真的迎难而上 这首金师就在里面的 那个秘诀就切了 就说了出来 这秘诀是什么呢 为什么他能够迎难而上呢 其实在这个宣告里面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要赞美他的话 大卫不是说 我要赞美他 我要赞美我的上帝 他是说 我要赞美他的话 紧接着他就说 我依靠神 逼不拒炮 血气之辈 能把我怎么样呢 后面的 后面那句的信心 是建立在前面那一句 我要依靠神 逼不拒炮 我不怕的 血气之辈 能把我怎么样呢 包括扫罗也好 菲利斯人也好 凡是有血气的人 能把我怎么样呢 他有一个全新的看见 全新的领域 产生出来 血气之辈 能把我怎么样呢 为什么呢 他能够看到 为什么他有这份信心呢 他有信心 血气之辈 不能够把他怎么样呢 因为他赞美他的话 是神的话 是神的话 让他坚定 是神的话 给他信心 让他知道呢 血气之辈 他根本不用怕 无论是扫罗也好 菲利斯人也好 或者将来 凡是有血气的人 他都不需要惧怕 因为神的话 好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把这个谜底 切开了 神的话是什么呢 神的应许 神应许大卫 必定坐在 以色列的 上面 坐着为王 这个成就了没 大卫还没有坐上去 但是 神应许 应许大卫 他必定坐上那个王位的 如果这个时候大卫死了 他还能够坐上这个王位吗 如果他在这时候死了 那就是神说给 说给他听 他必定坐在王位上 就是落空的 但是神说的话 永不落空 神用他的说话 能够创造天地 神说有就有 命力就立 天地宇宙 那么宏伟 那么伟大 都是神一句话 就能够成就 所以神的话 非常的有能力 有创造性的 这就是大卫的信心 而且神的话 一句都不会落空 如果神的话会落空 天地都会落空的 没有你 没有我 没有任何事 没有这个宇宙 所以神的话 铁定一定会成就 永不落空的 所以神说 大卫坐在这个宝座上 一定 大卫就一定会坐在这个宝座上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再坐在宝座上 引死了的话 这件事 在神的应许 在神的话里面 是没有可能的 因为应许必难成就 这就是大卫的信心 所以大卫说 我赞美他的话 这就是神给他应许的部分 所以他一赞美 这个应许的时候 他知道这个应许必定成就 因此他的信心就回来了 既然有这个应许在这儿 人可以把我怎么样 我还需要惧怕吗 原来在这个地方 大卫 他自己跟 有一个自己 跟自己对话的过程 我想是他的灵 他的灵跟他自己肉体 这个魂 来对话 你怕什么呢 神有应许在你身上 你的医生 已经走在神的应许当中 这个应许一定会成就 我们是迈向这个应许的过程当中 既然这个应许会成就 你怎么会死呢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死了 神的话就落空了 但是神的话 一定不会落空的 因此你一定不会死 这样他的信心就出来了 好我们来看第二段 五到九节 他们终日颠倒 有了前面信心的宣告 然后大卫就做出他的呼求 他说 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 他们一切的心事都要害我 他们聚集埋伏 窥探我的脚中 等候要害我的命 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呢 逃脱吗 神啊 求你在路中始终民堕落 我几次流离 你都记住 求你把我眼泪 装在你的皮带里 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 我呼求的日子 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 神帮助我 这是我所知道的 中间这一段呢 就是他的祷告 他说 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 他跟神说 神啊 我真的是很委屈 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 就是我说什么都没用 我说的什么话 他们都会不相信 大卫想了什么什么话 扫罗不相信 甚至颠倒 其实大卫 大卫三番四次跟扫罗说 我不会作反的 我不会谋朝善慰的 皇上 陛下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造反 即使我要接着做王位 因为我也不会作反 陌后的主 陌后的主事人是上帝吗 他差一点还没说 扫罗你不要找我 你找上帝啊 不是我要谋朝善慰的 我没有盯着你的王位的 不是我千方百计要造成这个事的 扫罗当然不相信啊 所以经常颠倒他的话 他们一切的心事都是要害我 扫罗就是这样 他所想的 大卫在哪 我要到哪里杀了他 他们又聚集啊 又埋伏啊 又窥探我的脚踪 这窥探的脚踪是 就追踪 扫罗派了所有的人去追踪大卫 谁知道他在哪里 听到什么风声 他就马上出发 这就是这种情况 等候要害我的命 梦里也想杀了他 杀了大卫 他们岂能因罪业逃脱吗 神啊求你在路中使众民堕落 所以呢 他们一直心里面呢 都是怀着这个意念 当然 大卫都要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 神啊你看他们 你说了吗 不可杀人吗 实践里面说得清清楚楚 不可以杀人 但是这位扫罗 一天到晚都想着 怎么杀我 其实他就已经犯了实践了 还有他的手下 不停地在想办法来杀我 杀我就是他们唯一心事里面所有的 神啊 神啊 你要记恋啊 你要看看 主旨这样 你是公义的嘛 所以这是大卫的一个祷告 也是一个真心的呼求 神啊你看看他们 我们也会 跟爸爸打小报告 你看看 哥哥也偷懒啊 哥哥都在偷懒啊 他心里面都是想的 就是坏的东西 他就去到神那里 神啊你不要放过他们啊 你的路去要向他们倾倒 当然这句话呢 也是一语双向的 另外一方面是 神啊你的路去向他们倾倒 不要向我倾倒 我是无辜的 因为大卫在这个时候 大卫也会觉得 是不是你的路去向我倾倒 以致我走投无路 双家之犬一样 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什么呢 其实 老实说大卫也没有做错什么 你的路去向他们倾倒 他们才是你需要发露气的人 我是冤枉的 我真的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的 这就是大卫的呼求 我几次流离 你都记住 你不要忘记我 因为在这个以色列人的信仰里 当我们到处都碰壁的时候 要么是上帝的路去在你身上 就是你有罪 要么是上帝忘记了你 所以你就到处都碰壁 这个逻辑看下去好像很通 为什么你没有饭吃啊 爸爸忘记了买饭给你 妈妈忘记了烧饭 要么是忘记你 要么是他路去发在你身上 有些人不知道 其实还有第三个可能 神很爱你 他用这些事情来训练你 磨练你让你成长 爱得你越深 管得你越厉害 所以是精师 当然他们不知道有这个第三个存在 神啊我多次流离你都记述 这些流离都是因你而起的 大卫不是爱上帝不会搞成这样的 他就是因为爱上帝才会搞成这样 离开他的羊圈 离开他羊圈没想到 原来是这种的日子 求你不把我眼泪撞在你的皮带里 这都不记在你的册子上吗 把我的事迹 放在你心里面 写在你的日记 写在你的册子上 把我的眼泪放在你的皮带里 不要轻看我的眼泪 所以 以色列人有这个习惯 他们所爱的人去世了以后 他们有一个很长的哀哭期 他们会有一个瓶子 小瓶子 或者以前的日子用小皮带 装着这些思念的眼泪 他们的埋葬的方式 把这个尸体 放在那个沐浴里面 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会重新打开这个沐浴 把这个尸身 骨头放在盒子里 把它的疊起来 所以那个沐浴可以 把整个家族都撞进 可以撞在里面都可以 这个沐浴里 他们会把这个眼泪瓶 放在沐浴里面 陪着他们所爱的人 在这个坟墓里 这个眼泪瓶 就代表他们的思念 而大卫在这个时候 也是这个心情 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 你不要轻看 我所留的眼泪 你也这样去装载 意思就是 神啊 你不要忘记我 你千万要记得我 记得我的眼泪 记得我所做的东西 我怕你不记得 不如你写在 写在你的笔记本里 写在你的日记上 写在你的册子上 那你就一定记得我 我呼求的日子 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 神帮助我 这是我所知道的 但他呼求神 叫神记得他的时候 他又回想 其实他呼求神 神都每一次救他 神每一次都救他 仇敌就后退 神你帮助我 这是我所知道的 他知道如果不是神帮助他 他早就死在扫罗手下 因为扫罗每一次都趁着他 不留意的时候 拿一支枪捅向他 不是每一次大卫都避得开的 大卫知道不可能的 扫罗是趁着机会 可能是在大卫在弹琴的时候 一个不留意 他的枪就到了 但是大卫又能够避得开的 大卫知道神在 每一次都是神来救他 一方面他求神 记着他 千万你不要打盾 因为你一打盾我就没命了 在那个千军法的时候 神不推大卫一下的时候 那这支枪就种在大卫的身上了 这就是大卫的呼求 也显示了他对神 他跟神之间紧密的关系 那份信心的关系 因为他知道 这经历的魔术是神的拯救 因此他向神哭求 以前你怎样来救我 现在你也要这样来救我 神啊你一定要记着我 装着我的眼泪 把我的事迹记在你的心里面 甚至写在你的册子上 千万不要忘记我 千万不要离开我 因为你是我的一切 也是我的唯一 这就是大卫这一篇的经思 中间呼求的这一段的意境 我们来看最后一段 十到十三节 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依靠耶和瓦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依靠神不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神啊我向你所取的愿在我身上 我将感谢祭献给你 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 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 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 第三段 又是一个信心上的宣告 这一段的宣告比第一段的宣告更深 更加的大 所以你看见吗 他一开始宣告 然后向神呼求 求求神不要忘记他 求神的路去不要向他倾倒 在这个呼求当中 他突然间想起 其实神一直在帮助他 再加上之前的宣告 现在他的信心又去到另外一个层次 然后他就再次宣告 一个跨越信心 信心一重的宣告比一重的宣告更有利 更有基础 更宏观 这个第二层的宣告 我依靠神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依靠耶和和 我要赞美他的话 再重复了两次 他的话 他的话 我依靠神 必不惧怕 这个 我依靠神 我依靠耶和和 我依靠神 重复三次 英文是什么 in God in the Lord in God 意思是 就是在神里面 这个依靠 在神里面 的意思 不只是是 挨着 靠着 而是他整个人在神里面 在神里面 我要赞美他的话 在主里面 我要赞美他的话 在神里面 我必不惧怕 好像 神好像整 把他整个人包着 好像在 我要 赞美神的话里面 神的话语 就是对大卫 的应许 他要站在这个应许上面 他要进入这个应许 当中 这个应许包围着他 他就知取这个应许的力量 这应许就是神的话 他知道他必定没有事 他知道他必定做王 他已经从神的应许里面 在灵里面 将要发生的事 将来的荣耀 就在他眼前 所以 重复两次 进入这个应许里面 进入这个荣耀当中 这样的话呢 在神里面呢 我就不惧怕 人能把我做什么呢 神的应许就好像一个防护罩一样 把他围着 神的应许就好像一个能量的球一样 大卫整个人在里面 子弹也好 飞弹也好 核弹也好 刀剑也好 都不惧怕 因为有这个能量的大气球 在包着他 这就是大卫的宣告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我已经进入了 这个应许里面 在这个应许里 我知道我一定能够成就 神在我身上的话 十二节跳 他就重复 神啊 我向你所许的愿 在我身上 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 这句可以再精细一点去翻译就是 指向我的愿绑定在我身上 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 有一个愿 是指向大卫的 而这个愿是绑在他身上的 这个愿是谁发出的呢 这个愿是不是大卫自己发出的呢 其实不是哦 这个愿是谁发出的呢 这个愿是神发出的 因为神允许他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 是神发出的 神所许的愿在他身上 所以大卫说 神所许的愿在我身上 我要把感谢祭献给你 但是使人可以感谢神吗 以色列人有这一个观念 许愿就要还愿 许愿 愿成就 就一定要还愿 所以呢 在这个愿里面呢 大卫说 我是有愿在生的 所以我要来还愿 还这个愿 我就要献感恩祭 如果我死了 这个愿怎么还呢 你懂不懂 所以他是再一次 他是一个双重的保证 他前面宣告神的话 一定要成就 赞美神 赞美神的话 这个应许一定必定成就 他这里说 我还要向你的应许来还愿 我不能够死 如果我死了 这个愿就半天 掉在半天了 我已经进入神的应许里了 我已经看见我将来必定做完 所以我知道我一定要还愿 因为我看见我的愿必定成就 因此我知道我必定不能死 因为我死了就没有人去还这个愿了 所以他是这样子 跟神说 这样去宣告 他一定要 一定会还这个愿 这个愿必定成 成为事实 所以十三句就有继续 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 你一定会救我 你岂不是 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 使我在生命光中 行在神面前吗 他就反问神 难道不是这样吗 难道你不是救我的神吗 难道你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吗 难道不是你 让我行在生命的光中 行在神你的面前吗 所有的事情神你都看着 我的命不是在人的手中 其实是我的命是在你的手中 是你叫我走在生命的光中 我是走在神你的面前 我不是走在敌人的面前 我的命只只能够在神你的手中 不能够在敌人的手中 既然我的命只在神的手中 人还能把我怎么样呢 这就是大卫的信心 就是大卫的经思 一切都是见机 源于神给他的应许 他所确信的 是神的话必然成就 因此人不能把它怎么样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对神的话语 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就必定能够经历 永不动摇 会,让我们一起站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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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